枪炫利用自己开拓人脉 自己心甘情愿 但是自己的想法 绝不能让枪炫知道 防风辈的身份经不起推敲 不能把矛头对向他 小妖心中开始斟酌下一步的走向 回到屋内 小妖开始制作毒药 她将毒药做得像一幅画一样精美 心中满是期待 期待像柳吃下去的样子 突然小妖开始手抖 熟悉的痛感席卷而来 这是 今日难道是月圆之夜 小妖毫无准备 她知道第二次绒魂极为重要 不过她没有丝毫犹豫 将所有灵力推向蛊虫 第二次绒魂开始了 小妖用灵力狠狠压着蛊虫 剧烈的疼痛比上一次更害人 小妖吃下纸腾丹并没有作用 剧痛游走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她紧紧地咬着牙关 血肉模糊 鲜血流出来 她紧紧地捂着嘴 防止自己发出声音 汗水流了满面 头发都粘在脸上 脸上毫无血色 香柳正在防风家和防风争防风 异应用饭 突然感觉心秃秃的不规律地 狂跳了两下 这是怎么了 香柳暗自调动蛊虫 蛊虫丝毫没有反应 探入的灵力如石沉大海 这恰恰说明出问题了 香柳心惊 自己灵力比小妖多出很多倍 为何自己不能调动蛊虫 定是控股的人刻意用灵力压制住蛊虫 使蛊虫进入休眠 小妖 香柳匆匆告别防风争和防风异应 冲着王公飞奔而去 香柳飞快地朝着小妖的请殿赶过去 一路上 香柳试图调动蛊虫 却丝毫没有反应 香柳急得满头冒着汗 等到香柳悄悄溜进小妖闺房的时候 她看见小妖紧紧地抱着自己躲在床铺的角落 一只手还发狠事地向心口输送灵力 小妖太疼了 她不禁想着 香柳要用多大的意志力才能控制擒鼓 上一世 香柳一面忙着上战场杀敌 一面还要做杀手赚取佣金 而自己的身体丝毫没有异样 从未感受到琴鼓的波动 那是香柳用了多少灵力 才能压制住的琴鼓 小妖神志不清 只知道用仅有的灵力疯狂地压制住鼓虫 她不想让香柳痛苦 她怕香柳跟着她一起痛 祝言花在悬浮在小妖的眼前 疯狂地修炼灵力 小妖浑身颤抖 她突然好想像柳 她想向柳抱抱她 她有好多话想对香柳说 心中的委屈逐渐扩大 香柳 香柳 我好疼 好想你 你在哪呀 小妖昏昏沉沉 嘴里呢喃 刚进门香柳 看见小妖所在角落里变心叫不好 联盟走近 小妖已然不是清醒状态 断断续续的话传出来 有些音调已经成了气声 香柳听见小妖在叫她 那声音委屈极了 说着她好疼 小妖 你怎么了 香柳扶着小妖 用灵力叹了叹 没有外伤 没有内伤 更没有中毒 没有中骨 小妖明明毫发无损 但是神情如此痛苦 想流想不通 她只能抱着小妖输送灵力 一遍一遍为她疏导灵力 给她止疼 助她修炼 香柳的灵力起了作用 小妖的视线开始从模糊变得清楚 香柳 呜呜 好疼 好疼 小妖眼神并不清明 她看见了香柳 本能地求助 哪里疼 你说呀 小妖 你别吓我 香柳加大灵力地输送 但是小妖还是微微颤抖着 香柳 我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你怎么能如此心狠地丢下我 你让我找不到你 小妖断断续续地说着 香柳心如刀脚 她看着眼前神志不清喊痛的小妖 她第一次动摇了 自己是不是应该时刻陪在小妖身边 香柳 抱抱我 我真的不能再和你分开了 小妖的眼泪躺了满脸 因着香柳的灵力 小妖的灵力这次增长得很快 绒魂的速度也变快了很多 随着这一次绒魂结束 小妖的助言花重新回到体内 难道小妖是在因为恢复灵力 所以才如此痛苦 小妖的头垂下来 已然陷入昏迷 浑身瘫软下来 香柳整理了小妖的衣服 将她安置在床榻之上 突然小妖手上的镯子亮了起来 香柳抬起小妖的手端向着镯子 这是何神气 小妖抽回手 自然地搂住香柳的腰 翻个身继续睡了 香柳第一次没有纠结地环抱住小妖 刚刚 就在刚刚 她有一种要失去小妖的感觉 那感觉肉体死亡的感觉并不一样 若小妖生死 自己可以以命换命 但是刚刚 香柳一边回想着 一边收紧手臂 刚刚小妖肉体完好 却有一种快要魂飞魄散的感觉 香柳承认 她有些怕了 她怕小妖消失 一夜安眠 二人都因为对方 在身边而感到心安 小妖醒来的时候 浑身舒爽 仿佛昨天的痛苦折磨都是梦一般 香柳正紧紧抱着她 她心下慌张 难道昨天 自己没有压制住蛊虫 对上香柳的眼睛 四目相对 香柳第一次在二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 还紧紧抱住小妖 并把她拥进怀里 小妖 你为何如此修炼灵力 香柳闷闷的声音从胸腔里传出来 震得小妖贴在香柳胸膛的脸有些酥麻 原来香柳是以为我是因为修炼灵力才如昨晚一般 小妖 别让我担心 香柳搂得更紧了 小妖暗自觉得自己真没用 还是让香柳看见自己狼狈的样子了 我不练了 你别担心 为了让香柳心安 小妖做出来承诺 暗自运走一下灵力 灵力恢复七成 看来香柳昨日助我修炼了 小妖心想 香柳听着小妖的话心里沉思 本来自己会安排好小妖的后路 之后战死在沙场 可是现在小妖这样 自己怎么放心得下 小妖这次已经在魂飞魄散的边缘 若下一次她又经历这种情况又该如何 想来小妖应该是想瞒着所有人默默承受这种痛苦 若不是自己撞破还要瞒自己多久 别担心 只要你在我就会永远在 小妖轻轻拍着香柳的背 她不怕疼 不怕死 只要香柳在 她都能撑过去走向香柳 小妖 你知道的 我只是一只妖 况且我们立场不同 我的结局 香柳停顿了一下小妖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香柳 想来你生有九头 早已经看出我的想法了 我就是喜欢你 我看见你 便心安 小妖说得很平静 她知道香柳经过这一遭 是真的怕了 虽说 这一次是意外被香柳撞见 倒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让香柳心中多些牵挂 让她不要毫无顾忌地赴死 香柳消失在小妖怀里 这一次知道香柳是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了 休整一番 小妖起身去寻枪炫 哥哥 你在忙什么 小妖看着枪炫在看公文 小妖 你怎么来了 爷爷让我帮她处理一下昨天的公文 哥哥 你觉得 陈戎义军如何 小妖说得直白 上一世 小妖并不关心天下之争 她不知道陈戎义军的盛衰 再听到消息 便是香柳战死 小妖怎么突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枪炫疑惑 虽说小妖还是闻小六的时候和香柳有些交情 但是她恢复身份之后并未再提起此人 哥哥 我觉得 你一定会是这天下之主 你一定会是个好帝王 小妖真心实意地说道 枪炫心系天下 无论她是个怎样的人 她做了一个好帝王 不过目前天下之势 西炎 浩灵和陈戎义军为主力 陈戎义军恐难以降服 小妖知道西炎有自己支持枪炫 浩灵有阿念支持枪炫 陈戎义军的军魂绝不会被策反 哥哥 若全了红江心愿 千下只战书呢 红江此人意在复国 她心中已成执念 况且她打起仗来 从不顾念周围百姓 使得百姓名不聊生 困于水火 此人必除 绝不能姑息枪炫之道小妖的意思 若能和平止战 枪炫也觉得极好 但红江心高气傲 刚愎自用 再则 她有香柳为她军营作阵 向柳此妖 天地灵气孕育而生 又长在海里 灵力磅礴 跟了红江之后 天资聪颖 军事立法又学得极快 偏偏对红江死心塌地 绝不背叛 枪炫语气中 透着对向柳的咬牙切齿 又带着对向柳的欣赏 以及不能招降的遗憾 小妖心中有了盘算 很快便是自己在梅林遇害 37年之间 向柳舍掉一条命 无比虚弱 她一定要阻止梅林刺杀 37年足够小妖劝祥红江 -许多年之后